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Porsche的平衡端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平衡端子呢 不知道有沒有車友特別去注意這款平衡端子 這款平衡端子比較特殊一點點 那它是由這個工業塑膠所製作而成 然後所以呢 它基本上造型的就是素素的 很簡單 就目前各位所影片看到這樣子 簡簡單單素素的就圓圓的一根這樣子 但是呢 其實呢在搭配車子上呢 還有特定的人士去喜好它 因為有些人喜歡這個可能鋁合金 有些人喜歡鈦合金 那這一款是很特殊 幾乎沒有什麼多的大的廠商去製作 就是塑膠 塑鋼的一種平衡端子 那它的植入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塞進去而已 塞進去 然後用膠槌把它敲進去就好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我把它拿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那當然不好意思 單手操作會比較晃一點 就是很簡單 就一顆 然後它前面呢 有一點斜斜的一個這個斜面 那以助於把它塞進去 那基本上大部分車型 只要你車把有孔的車型 那只要塞進去 要膠槌打進去就好 如果說有些車型特別例外的 那可能就是拿小蜜光 稍微修一下這個塑膠平衡端子 就可以直接把它敲進去了 那當然這個部位的這個 原本的車把部分的這個孔呢 那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切的話 可能要切得剛好一點 那如果真的不會 那大家可以交有專業的這個車行 來做一個處理 然後 基本上呢 有兩種顏色 兩種顏色 我們看到 鏡頭看到是一個黑色的一個部分 那還有一個是白色的 黑白兩色呢 其實都蠻多人購買的 黑白兩色 應該說是都有固定的人員購買 簡簡單單 然後價格是非常的便宜 喜歡朋友們的參考看看 我都要賣可 殘酷機的精品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